大家好 我叫胡伟 今年26岁 来自宁夏 非常高兴在非女莫属的舞台上与大家见面 今天我想找一份和化妆品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这个太直接了 上来就是和化妆品相关的工作 为什么是异业呢 就是我大二辍学了 为什么 大二的时候又做了一个美蒙那个专营店 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特别感兴趣 大学你学你的呀 但是不能兼顾呀 你要每天在顾店呀 你当时开了一个什么店 化妆品专卖店 化妆品专卖店 资金有多少 资金两万多块 两万六吧 开得怎么样呀 挺好 开了多久 开了差不多一年吧 那挺好怎么才开一年呀 在县城里面 我想到市里面去发展 我在市里面上学 是在我们家乡开的 在家乡开了个店 不开了 去市里面发展 去市里面还想上学 上什么学 没有 就是在这个学校 我已经不上这个学 就是我决定休学了嘛 然后我就学了美容 然后在这过程中就正好认识了 广州亚兰国际的这个品牌的一个老板吧 我们那个地区的销售老板 他觉得我挺适合的 就把我带去以后 开始做那个威尼西亚货圈之类的 那个产品的那个销售 那销售又做了多久啊 差不多两年吧 为什么又不做了 我两年了 在这工作两年了 那时候其实挺傻的嘛 十几岁 什么都不知道 我的工资一直是一千五百块钱 所以最后决定不干了 不干了 这是到零七年底了嘛 对 又干嘛了 我就想要跟大地方去走 于是就来北京了 做了淘宝 你又自己在 淘宝 做淘宝店 对 做的怎么样 其实还真是还不错吧 收入能有多少 收入就五千左右吧 我个人 你个人 对 几个人 两个人 两个人 对 我听他说话特别累 就比挤牙膏还累 挤一点 湿一点 你要干嘛 你要找什么工作 从事化妆品相关的工作 你对化妆品爱到什么程度 也不是爱吧 就是 我对这东西好像有一种灵感吧 感觉 比如说 比如说我买一个 买护护品吧 我看见一个护护品 从我们以前我小的时候 那时候霞飞傲奇的时候 就开始 我就已经对这东西感兴趣了 从它的包装性质 各个方面 我都非常感兴趣 有时候看见像那个百雀灵呀 那个友谊雪花膏呀 像去年是一个 怎么说呢 这些护肤品 还有些老品牌的那个 回光返照的一年吧 像那个友谊雪花膏 它就没有乘势而起 但是那个百雀灵却出来 我当时就想了很多的创意 和一些包括那广告的方式 我都在想 我说要把这个怎么包装 它换什么样的气味之类的 不会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真的想要问一下 因为如果一个男孩子 你是从多大开始 对化妆品就特感兴趣 对雪花膏感兴趣 高中的时候吧 高中的时候 一个男孩突然开始 对雪花膏感兴趣 没事自己还调雪花膏呢 来看一下照片 来看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我 我经常会三个月以后 去找一个OEM的那个 生产厂家去选他们的产品 然后我后来去试 因为我想十年以后 拥有我自己的护肤品品牌 所以我一直在研究 他们的性状 包括各个 等他们那个卖点在哪里 他的产品性质如何 然后我就会买回来 用上面那个封装瓶 然后放封装给我旁边的 身边的朋友 然后送给他们去试试 比如这段剧豆产品如何 这个BB霜的效果如何 就是全都是你自己调出来吗 不是 是我去找OEM的生产 很多品牌都是贴牌 明白吗 但是原料是有专业的公司 去生产 但是我们去 就是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了 来看一下 这是 这是我 现在剩下的一部分了 已经进不上没有了 这些你都用过吗 当然 你看都是半瓶了 你就刚才看你的那堆化妆品 是挺吓人的 只是蹬山一角 我觉得挺好的呀 当然挺好的 我现在就从 我对于一个男孩 高中的男孩 玩雪花糕开始 就表现出来的不理解 到现在崇拜 我现在就这样会 就是针对化妆品来的 对 今天有两家和化妆品 有关的企业 对 一家是巨美优品 还有一家是法尔曼 对 法尔曼知道吗 知道 知道 用过吗 没 当然没有 这样设施的品牌 跟海岚之谜这些 我们肯定是用不起的 不 你知道这个品牌 当然 因为在韩定来以前 我完全不知道 它是干嘛的 你想找那工作 咱们说和化妆品有关的 这面太大了 对 化妆品的什么样的工作 比如说 我之前向那个程总 投过其实美容编辑 和那个编辑主管的 那个工作 你投过简历是吧 对 之前 也时间不长吧 是投到我的邮箱吗 还是公司的 公司的 公司的 对 因为我没有本科学历 其实我也有时候 也挺自配的 但是呢 我当时看见这个美容编辑 我觉得这就是 我为我量身定做的 我感觉 为什么 比如说 举例子吧 我也说不出来 很多那个市场化 那些专业的名词 比如说 我会在梅卡里面 我会重新定义梅卡 我把它做成一个 半商业化的杂志 电子杂志 我会有更多的内容 然后我会增加视频 我会介绍 比如说美发 还有一些 医疗美容的事情 然后比如说 最近这个 试炼33天吧 网小剑那款冲高 其实百度搜索量 非常高 但是咱们很多 团购网站都还没有这款 我们并不是要去 销售这款产品 而是要通过 这款产品 把我们团购网站的 那个关联销售 带起来 我们团购网站 化妆品团购网站 最薄络的环节 就是它没有关联销售 非常低 明白吗 我不太明白 但是我看你说的挺来劲的 我其实更崇敬你 不好意思 真的真的 你别不好意思 我现在对你的印象 越来越好 谢谢 比如说 咱们做一个 寻找王小剑 寻找你身边的 王小剑专题 寻找你的男闺蜜 然后我们把这个 各个通过 因为百度肯定不会收录 说是一些商业公司 是是是 不会免费收录你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要通过用户 去传播这件事情 让这些东西 是可以收录的 明白吗 所以他们还真笨 也不是笨 他们因为 我感受 市场反应真慢 其实程总应该 程总应该已经找过 这经销区里这款成功 没有 他没有找过 他没有找 就是真笨 来 你继续说 比如说 我们找不到这个货源的时候 我们可以以大宗批发的形式 我们只需要订购它一千 一千只 批发团购一千只 明白吗 然后我们 为了增加我们的关联销售 不但顾客 通过我们这两个专题 和视频的专题 美卡 包括我们的那个口碑中心 两个东西已经 把顾客聚拢起来了 这一方面 然后呢 我们不出售这款成功 我们就是要 比如说你买我 买两件 超过两百元 加五元 我送你这些成功 或者说你三件 三百元 超过三 超过就是三件 三百元 然后我送你这一款成功 明白吗 这样就更能 更能吸引顾客的 那个关联销售能力 明白了 对 其实少刚他真的非常棒 什么叫有备而来 非常棒 什么叫专业专注 专心 我真的想说 因为你是你县城里面 第一个学美容的男生 对不对 因为我想起一部英国电影 你也应该是你县城里面 第一个对雪花糕感兴趣的男生 我们那个第四第一个学美容 地区 整个地区呢 甚至 因为我想起有一部英国电影 叫Billy Elliot 对不起 我不知道中文名字 舞出我天地 对 第一个男生去跳芭蕾舞的 对不对 需要很多的勇气 执着 今天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说 我很执着 我很有勇气 但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干出心得跟内容 没错 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是 不只是一个空谈的人 你是实干的人 可以说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 有模范的作用在里面 我支持你 我告诉你 我对你的印象 就是咱们前面不是有那个求职者 都来了这种 啪 分的高 一路往下减分 会真的是 在我这儿 一路加分 对 尤其是他刚才的那个紧张感 在一旦他说到 他给陈欧他们说到 我的设想是什么的时候 语言流畅 清晰 准确 市场定位 就他刚才举的失恋三十三天 那款唇高的这个市场定位 准确 相比较而言 某些专业的化妆品网站 市场敏锐度差 行动速度非常缓慢 而且思路上 根本跟不上新的市场 不觉得惭愧吗 还有一千个员工 你的化妆品的拥有量 今天用过比陈欧还要多的化妆品 这让我真的很惊议啊 陈欧就是我们认为的 最制粉的一个男人了 对对对 但你不一样 实际我真的不一样 他是为了 他是为了打扮自己 你是为了做研究 为了生意 我觉得这绝对 绝对境界不同 境界上的不同 对对 你是无私的 对对 那也是非常 你是无私的 他是利己的 对对对 你是高大的 他是渺小的 这绝对属于怪才 一上场的时候 我相信所有的人 都对他是不抱期待的 但是随着对他 自己专业的这个了解 跟的深入 他就越来越发现 就是有硬货的一哥们 因为上来之后 你讲到了这么多 都没问题 挺好的 一说到专业 但是你实际上来 就把自己的目标定在 说十年后 我要有自己的品牌 对 所以老板们可能会担心你的 去留问题吗 对 其实这个完全不用担心 那如果假如我进了 具美油品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 很好地利用我这个资源 用很低的价格 来利用我这个资源 对吧 我到时候 至于我十年以后怎么样 你现在这十年 把我利用完了以后 至于我十年以后怎么样 无所谓 对吧 我们企业不利用 不是 其实 其实 胡伟 胡伟其实是到成功那儿去上大学去了 因为这是一个确实正规的跟你有对口的这么一个机构 我明白 我明白 所以胡伟说这句话 我能够理解 你现在你先别管我十年以后怎么样 现在你就使劲用我 大家就双赢嘛 对不对 那你这淘宝店 你以后会 会用多大的精力去经营 我进入一个企业 我绝对不会再去经营第二份职业 我会努力地去学习这些东西 那你何必呢 你比他们在这方面你更加专长 然后你一个人的这种营销思路 胜过了一千个人的一个公司 你自己有了一个好几个钻的化妆品 这种淘宝店 淘宝店上很多这样 就从一个小的店面变成一个年收入过亿 几个亿的这种大店 你有这种机会 为什么你不继续做 对 说一说 其实怎么说呢 我真的很爱这个行业 所以有很多策划营销方案 你知道吗 我临死全勇的时候 没办法去释放 我没有足够的资金 其实我觉得资金不是最主要的 可能是还是不知道 怎么实际地让它落地 因为毕竟可能大学没读完嘛 其实我觉得去成为 就是面对一个全队来说 一个人的质量太渺小了 明白了 它需要学习的是一个 企业里面的规范运作方式 而且淘宝店里面 能施展的空间比较小 因为它受到淘宝的这个架构 会的情况基本上都清楚了 到了大家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选择 谢谢大家 很欣赏的 很欣赏 但更支持 对呀 翠云不欣赏的 对呀 翠云不欣赏的 他不欣赏 我好像有这个自由吧 他不选择我灭我的灯 是他的问题 我留不留是我的问题 谢谢老师 我就是欣赏这个年轻人 谢谢老师 别理他们 李峰 你留下来干嘛 我光看这儿了 你在这儿干嘛呢 和姚静波一样 真的是一种支持的姿态 希望留着灯 能够更多一些的机会 跟他跟他 其实沈阳老师 我也是最后一个面的 我也想支持他一下 行了 反正现在还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位留下了 天生我有财 相当来我第一个问题 挺好 我觉得是做很多家庭作业 而且你对化妆品的热爱和了解 其实远超过我的 因为我是做商业的 做商务运作 但这方面我觉得特别很不错 我第一个问题是 一个专业性问题 化妆品最大的成本在什么地方 就是广告 然后呢 广告这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它的 包括所有的外包装 这是一个成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专业 回答很对 大家看到了吧 大家看到了吧 哎 别着 别着急鼓掌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用的化妆品 对 它的最大的投入 是广告 孝刚老师 孝刚老师 第二大的投入 是包装 孝刚老师 选择 李峰离开 韩晶离开 顾言离开 谢谢 谢谢 姚晋波离开 那个 我其实一直没说话 我为什么一直把灯留到现在 虎 我觉得是这样呢 第一 我觉得你特别棒 你在宁夏这么一个地方 能够去爱这种化妆品的东西 一直让你自己配了很多东西 那我说我们这边是这样 你刚才讲到品牌 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客户 其实我们现在每天有一样 像你这样的同事 来为这些品牌去考虑 如何把他的东西 透过像新浪微博 人人平台的这种方式 来告诉更多的用途 所以还是和这个有关系 是的 你不是因为无聊 所以我们下来 不是 不是 是有 不长感情 你能先说职位吧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职位 叫行业的策划运营专员 就是说你会针对某一个行业的企业 对他们的产品进行详细的分析 在了解他们产品的情况下 为他们的产品在社交网组上进行营销 提供一个运营的方案 行业的策划运营 清承重 就是编辑主管 就没有编辑 也像每天 基本的工资在3500左右 那么会结合你服务 应该是4000左右加绩效吧 谢谢 另外我说句实在话 我觉得你特别好 但因为天下秀 它很专业的一个营销公司 但是它如果这些客户 比如说不再是他们的客户了 换成别的了 比如汽车啊什么 可能会变 你这化妆品就没了 你可以考虑 这个不会的 我觉得它是在影响你是这样的 我觉得你其实现在特别好的 是说你所有的思路 你是直接可以跟你所理解的 品牌的负责人去开会谈 你的选择是巨美优品 还是天下秀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 再见 我选择去美优品的电影主管吗 谢谢大家